像这张500万的支出 2023年7月就开了发票 这张完全没有报到监察院的申报系统 民众党乌三三又打出了一些发票 在那里讲整报 要证明政治现金开在队 真正金业没对党都是过极数的问题 但我们三后小组清查完毕之后 有单据却漏报又短报的金额 加起来是1937万5409元 这两个金额几乎是相近的 所以金额相近没有任何一笔钱 是被挪用或者是不见 不过这期中的18万 有没扣开出来 费用接触会的发票有问题 因为这期是自控制数年八月十九 也就是政治现金安静迫发力后再开 100万好像扫了QR Code之后 高约说是8月19号 今年8月19号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选举结束 三个月内要结算 所以他最多到四月结算 四月结算可以拿八月份的发票去补吗 当然不行 我觉得如果这样可以 那为什么不干脆就是柯文哲记者会 就只能讲上台就讲说 不好意思我们差2000万的 我们有插额2000万 然后就开一张2000万的发票 就说好我们现在补齐了 现场开2000万补齐了 然后一样是这个木可公司 这个木可直接开个2000万 毕业爆料 民众党说这篇消息 今年十二月之后 因为青春流开发票 所以不接爆开 不过在八月十二 没靠到因为 基小正义参谱 担定英文 一星期后 还可以爆开发票 甚至在你救济 网站顶头 还要带人 有万有人为 青春的听书 真没用 没记得过 也有人考虑 是为了报纸 发票给民众党 不再来请人 所以有万有的计刑 木库就是民众党的 当营企业 就讲说停止营运 怎么八月还可以再开单据 让人真的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有做假账 整个连连看连起来 就是木可救世柯文哲 直属柯文哲的公司 台湾最好看的台记新闻 MOD请收看 民企新闻台